腾讯认证三部爆款剧集 肖战独占两部 好演员好剧 就是压不住腾讯认证三部爆款剧集 该话题登热榜首位 引发巨大关注 这三部剧分别是 肖战李庆的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人敏的玉古瑶 杨子张婉一 邓未谈见刺长相思 这三部里面有两部是肖战的剧 演员肖战就是了不起啊 肖战也是唯一且首位两部一番 CVB破1的90后国民男演员 梦中的那片海收视峰值破2 CVB1.542 肖战的肖春生收获了一大批观众 是真正意义上的台网双爆剧 梦中的那片海 也是腾讯今年首部进入爆款俱乐部的剧集 作为受群体有一定局限性的年代剧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梦中的那片海不止网播数据高 且十三轮上星了 是杨巴今年唯一一部发展爆的剧 新闻联播推荐的剧集 肖战的玉古瑶开播热搜集报 五小时刷新腾讯视频热度记录 肖战的玉古瑶也是今年商业联名Top1的剧集 时影角色热度也是历史第一 玉古瑶还是2023唯一登全球网飞的古装剧 肖战在剧中的原生台词 被各大文旅官媒刷屏式的使用 为各大媒体收获了巨大关注 肖战今年可谓大杀四方 今年播的三部剧都很好看 虽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剧集 但都做到了有效播剧 肖战的表现得到了业内外人士一致的认可 今年众多剧集陆续播出 其中不乏制作精良的大制作 但是只有肖战的剧 真正做到了上星网播口碑讨论度 全方位无短板 肖战凭借自己亮眼的实际 把成功的自己从内鱼稀缺的郑小生 送到了终生的赛道里 网友说人网上各位唇枪舌战 造谣诋毁 想尽办法防暴打压肖战及肖战的作品 都没办法阻挡演员肖战 大踏步向前的脚步 好演员就是压不住 好剧就是压不住啊 观众会出手 遥控器就是爱肖战 你说气人不气人 肖战今年在腾讯平台 只有只有两部读播剧 两部剧均被认证暴剧 暴剧率达到了百分百 肖战抗剧生实至名归 演员肖战就是牛啊